失眠 失眠是什么食物好呢? 如今失眠的人群处不胜熟,虽然导致失眠的原因有很多,但是解决失眠却很简单,饮食是失眠的最佳克星。 下面一起去看看失眠是什么食物,夏季炎热的天气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,失眠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。 那么失眠是什么好呢? 下面推荐6种助睡眠的食物,失眠是什么衣? 安醇蛋安醇的肉与蛋,其营养价值比鸡高,安醇肉含蛋白质24.3%,必等量鸡肉高4.6%,安醇蛋含蛋白质13.5%,必等量鸡蛋多1.7%,特别是安醇蛋富含卵磷脂,是高级神经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。 所以,神经脆弱质人以偿吃些安醇蛋肌肉,二核桃核桃能够安神抑制,适当的吃一些可以提高睡眠质量,有利于解决失眠。 又名胡桃,核桃营养价值很高,500克核桃仁的营养,可以和2500克鸡蛋或4500克牛腩相媲美。 其中脂肪钢,零含量在果品中均名列鲜毛,每晚睡前吃几粒和桃圆,难安神抑制,耐气品准。 3.葵花子葵花子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,可调节脑细胞的新陈代谢,改善脑细胞抑制机能。 睡前可以些葵花子,可以促进消化液的蜂蜜,有利于消失化痴,镇静安神,促进睡眠,失眠不求心方,直觅睡方,单配告子进行解决,告子主要以养睡安神为主。 而服役书安,刚作为传承数百年解决慢性病的民邦,有百合、风、蜜、大枣、甘草等十一种食材熬制而成,以满餐吃太多而睡不着着,有很好促消化的作用。 公益精致,九成以上的问题都能解决,清新处伴安神补气,改善睡眠达到轻松入眠的目的。 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失眠多梦精神焦虑的问题,此外小米里面含有营养物质比较丰富,适当的吃一些可以安神助眠。 小米中策安酸含量雷骨类之手,中医认为,小米具有健脾、喝味、安眠等功效,睡前如果感觉特别饥饿,可以在睡前吃一碗小米稀饭,不但能饱腹,而且具有安眠的功效。 4. 奇异果奇异果中含有丰富的钙,美极维生素C,有助于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与传递。 此外,它还含有其他水果中极为少见的钙质,具有稳定情绪及抑制交感神经的作用。 5. 窝笋窝笋当中的白色乳液是可以安神镇静的,能够解决失眠。 6. 窝笋精液中含有一种乳白色酱液,这白色的乳液只有安神镇静作用,且没有毒性,最适宜神经传入失眠者。 6. 当睡眠不佳时,合上一些窝笋酱液汁,具有良好的催眠作用。 6. 可将一小匙酱液汁溶于一小杯水中吸射后再浮,6. 葡萄葡萄中含有能辅助睡眠的物质。 7. 退黑素 7. 退黑素是大脑中从果线分泌的一种物质,其与睡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8. 晚上是退黑素分泌旺盛的时期,预示着即将要睡眠了,早晨是退黑素分泌最少的时候,也就是该睡醒的时间了。 8. 所以,它可以帮助调节睡眠周期,使不正常的睡眠情况得到改善。